大早 好 OK 那我们接下来 本周的主管会议 请待会我们音乐组组长 杜琳 多元组组长 一群 还有我们的 产业组的燕蒂 去讲一下我们接下来这一周的 开会开到一半 办公室外头突然传出了先华声 原来是一货车的物资 送到了书屋办公室 办公室的同仁们 一个个都卷起袖子 自动排成长长的队伍 准备接下来自各界 对书屋孩子们的爱与关心 书屋能够无条件 以收费地照顾所有的孩子 除了靠着民众的小格捐款 企业募款的金钱赞助之外 物资的捐赠 也是大众支持书屋的 另外一种方式 像是这次的物资车当中 有让孩子们放学之后 接产果腹的点心牛奶 以及运动饮料 而书屋的伙伴 结下一箱又一箱的物资 同时将这份爱 毫无保留地 传给书屋的所有孩子 书屋因为一直以来 对孩子的照顾都是不收费的 对所以一直以来我们除了常态的营运 常态的我们说要让小孩子有饭吃 有活动可以做 有教学可以做 其实这些东西都是社会大众去做的捐款 那大家今天看到的物资其实就是 我们常常也在做的一件事情就是 告诉大家我们需要这些东西 对那 这款人也很支持的 一直在做这件事 我们一整年的话至少至少 最低是要五千万 就是 就 就持续去演讲 持续去演讲 然后持续的 我们有办很多的活动 然后告诉大家 我们在做些什么事情 那 像我们的捐款的体质 大概把三十六七十是 一般的那种民众捐款 不过长期而言其实 有时候长期而言的话 大家比较认的是 那种传统企业的情感连接 对 就是大家是认联的 是 所以在募款这件事情上 其实还是说 接下来可能会 会比较容易面临 就是我们说世代交替的一个 一个转折期 比较辛苦的一个转折期 因为我们在地很扎实 所以不怕 我们就是一步一步做 对啊 那我责任 比较需要的是真的就是 为这些比较辛苦的小孩 说一句话 所以为什么我们要做产业 也是因为这样 我们要靠自己站起来 燕翰口中的产业 正是几年前成立的 黑孩子黑咖啡 这里不仅是一间咖啡厅 更是孩子们出社会前 学习技能的育成中心 目前由成霸的小儿子燕蒂 着手经营 这边的话就是黑子黑咖啡 然后我们就是跟书一样 就是在资本这个区域 然后我们就是在这个地方 就是努力要帮书赚钱 然后希望可以培育书的 就是出来的小孩子 让他们可以学习 专业的技能 然后可以跟人家互动 目前咖啡厅里头五名店员 就有两名是过去在书五长大的孩子 而他们要正式上工之前 书五还会免费提供孩子 到台北接受完整的培训 包括了冲泡咖啡的技巧 以及待人处事的态度 希望孩子们未来 能够更加顺利地与社会接轨 现在的话就是 要请我们书五的孩子 就是念准 然后一起采用这个流程 是魔六 我们就叫冲一下 这台北都选手冲 手冲 还有拉花 书这样子也要找过这么多的孩子们 那它是需要很多的经费在支撑的 支撑它运作的 成立这个营业单位的话 就是希望我们可以 早日可以用自己的力量去 去承担一些经济的 经济的一些负担这样子 到去年的话 咖啡厅本身 我们是有打拼的 就是那种的营收 可以支撑我们这边的员工的薪水那些 那到今年的话 就是我们持续地去 继续努力啦 就是第三年 叫卖入第四年这个 这个时间就是 希望可以用我们自己的力量 就是去照顾到 我们需要照顾的一些小孩跟家庭 这样子